Hello,大家好,我是树日币 然后现在呢,我来参加这个武艺劳动节的 这叫什么,迷宫岛的一个小活动 现在大家看我身处在一个很深很深的迷宫当中 然后我口袋里什么也没有,只有刚才捡到了一个小工具 现在呢,我们就来看看我能不能出去从这里 然后你所有的工具和所拥有的一切都是有限 所以我们要顺着做好每一个决定 这样我就可以拿到一个梨子 大家看我这里是过不去的 如果你一旦失败了,出不去了 你就得要用这个求救的信号 它就可以重新设置这个岛 是我这两边应该是都会过不去 所以我只能走中间这条路 然后如果我想摇一下树 看会不会有树枝出来 没有,当然不会有啦 所以我们应该先要把这个梨子吃了 像我这次是可以走出去的 大家看我现在穿的很清爽 就一个黄色的小T和一个牛仔短裤 因为是五月的天气了 是不是它有一个拖鞋 好,现在我已经用了我那颗梨子 所以我已经挖了这个树了 大家看如果我到下一次想挖树的时候 已经不太可能了 但是我可以用点树枝啊对不对 所以我们来想一下该怎么走下一步 然后这个只能往前走 没有办法倒回去 然后我现在不能往左不能往右 所以咱们就只能进直前进 看到什么拿什么对吧 还能怎么样 你还能让我怎么办 然后现在这些铲子啊或者这些是都没有办法使用的 现在我们来到这里呢 可以多捡几个树叉 大家看我想一下这个位置过去了会是什么 哦,是个石头 想一下我可以干什么 因为我没有水果 所以拿到这个石头也是没有用的 所以我们现在只可以静直的去捡树叉和石头 把这个我该能做的做完 啊啊捡到了另外一个工具 是一头斧子 所以斧子等于说我可以砍掉一棵障碍树 这里的就走完了 然后那边有三棵树 这边下边还有一个DIY的这个工具 这我一定可以用到的对不对 因为如果它设置在那里 也就是证明是有一定的途径使用的 所以现在我只有一棵斧子 所以咱们就只能把这棵树砍了 然后用一个斧子的力量 这斧子已经是用过的了 这么坑只能给我一个用过的斧子 不会掉吗 哦,OK 当然了 它一定是会给我只能用一次的权限 但是我们也不亏 我已经可以捡到另外两颗水果 所以等于说我还可以去除到两个障碍 我们要谨慎地使用 一切它所给我的东西 这个是不能走的 我在想想我们可不可以走下一条路 只能从这边绕了 因为它只能走直线 大家看到 这个蓝色的小猫们已经在那等我们了 这个小橱橘很好看耶 能不能带回家 好了,我们现在走到了这里 这是一个必进猪子 这一定是需要完成的 所以我只能牺牲我的一个梨子 然后用这个铁锹 撬开这里 虽然说牺牲 但是我又获得了一个对不对 咱们把这些该剪的该用的都能够拿上 然后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就会得到一个斧子 但是呢我现在没有那个铁器 我只有石头 我们来看一下斧子是怎么做成的吧 这样我们心里有点底 划最上面工具一栏 如果我们就简单做一个很差的这种斧子呢 是需要五个竖刹 六个竖刹 我现在可以完成一个斧子 然后如果是需要一个好眼的呢 我还需要一个石头和一个叉的斧子 所以我 这样说我无论如何是需要拿到那个铁器的 所以我才可以做到下一个 咱们去尝试着把那个东西拿了 然后我们可以做成一把斧子 这个是不是也挺划算的 如果我吃到一个梨子 可以拿到这两个 我再算这个 怎么样算核算 OK我想通了 我们现在先绕回去 有门 终于智商有点在线了 是不是 我现在不太确定 哎又回来了 不对不对 我是想 干什么来着 重新来 OK 对这条路是我想走的 因为我需要拿到那一个铁器 来吧 再吃一个梨 天哪我的心肝 我有点怕 是因为咱们的这个条件非常的有限 吃了一个就不能吃两个了 OK 所以现在我们要退回去的那个 制作的那个地方 做出一把斧子来 希望我可以成功 哇 天哪 我又要需要吃到一个梨子 来吧来吧 终于可以来到这里了 我现在如果切掉那棵树的话 还有两个梨子可以拿 然后再加上我的一个斧头 还是不对 酷 所以我现在有一个斧子在我手里 这样的话 相当于一个水果 就是反正是可以清除到一个障碍的 怎么走 怎么走 我也不知道 能不能去拿到那个梨呀 那里有颗梨在等着我 啊 这里是过不去了 拿不到那颗梨 诶 可以吧 我应该是可以这样竖着走 然后 我在算什么 我在算 我能不能拿到那颗梨摆在那里 一定是可以的 对不对 如果我要切了这个树的话 哇 这不划算吧 但是这个斧子是可以用很多次的哦 来吧 前途光明了 希望它可以给我多次的使用权限 但是我现在也不知道它能够使用多少次哎 我还有 怎么先保守的玩的话 是需要把这两颗梨打到手的 来吧 这真的是一个暴露 暴露智商的一个视频 哎 我忘了是不是这样走 我又回去了是不是 哎 来到了这里 哎 希望我的斧子可以多撑一会儿 这样至少我的胜算会大一些 当你的斧子变成了已经使用过了的斧子的时候 你就知道了 你的命数已尽 但现在还好 OK 现在呢 整个基本上这里都被我已经玩得差不多了 所以我们现在只能是静止过去 砍掉那几棵树 然后去跟这个小猫咪面对面 嗯 oops 不对不对不对 还是不对 我怎样过去了哎 累累 遇到了瓶颈 No, you cannot do that 我们从下面看这个有没有一个出口 也没有 真的是伤脑啊 好,现在我该怎么办咧 我想 先从这里吧 绕出来 这应该是从另外一个出口开始 绕 绕成一个目标下来 然后我有梨子往手里 至少还有三颗的 OK 逐渐见到了光明 第二棵树也被砍掉 然后还有一棵 为什么要把它拿下来 没问题 哇,我终于见到了它 太不容易了 你看起来这么熟悉 它其实是在第一款动物之森的游戏中出现过 所以见到它也非常的陌生 以前呢它会出现在火车上 就你刚刚玩游戏的时候 但是我最起码是出来了 对不对 Amazing 这真的不是那么容易 这真的不是那么容易 得是需要一些思考 叮叮叮 哦,它要送我礼物耶 这个我是可以带回去的吗 我也是心想的哦 太棒了 这样的话 傻了 这样的话我是不是可以去拿到这个小票根了 perfect 咱们看一下是什么票 哦 等于说这个是可以拿到一些钱了 咱们不要这么走出去 从外面绕吧 哦,我的马呀 又来了 又来了 然后这个是可以挑的对不对 还好这些铲子是可以无数次的使用的 不然真的很崩溃啊 不是需要拿到 我是需要拿到 啊,妈这里 原来过不去 害得我一直在这里产花花 好看 早说嘛 我看不到哦 哦,还有两多 还有两多 还有一多 这是什么破桃 这个迷宫也太难玩了 然后这里一个什么message bottle啊 或者这种 小贝壳都没有 小贝壳都没有 OK,现在开始 用斧子 一个个都散开 我有三个梨 所以我应该 嗯,我应该是够的 这三个梨 刚好是 是现在的时候使用 然后我就可以获得这其他的一些钱 然后我们就可以用这个斧子把它都打碎 阿森 yes 这有五张票 然后每张票 应该就可以换两到三千 零钱 好啦,我现在可以 回去咯 哦,还要再绕一圈吗 不用吧 我可以把这个花花铲了 对不对 哦,非常喜欢我这小拖鞋 它穿上之后是看不出来脚趾的 耶,回家回家回家 看吧